問題 п stim stim 回不去了 我也只能 går前看 接納傷痕不想重生 商友郭修銘說 我也可以是一個有用的人 如果可以让我回到那天不让悲剧松眼 如果可以让我回到那天不让悲剧松眼 如果可以 受伤的时候 我好像觉得我身边碰到的所有东西 好像都失去了 四年前在经历了那场恐怖的发现惩暴后 郭修明从谷底逐渐往上爬 从愤怒质疑到自我对话 现在的他有了很多新的感触 他看到我穿压力 他跟我说 弟弟你穿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整个心情也是比较沮丧 比较沉闷的 我觉得我没有想要跟他聊出我受伤的部分 他接着说 你该不会是前一阵子 去那个电视上再跟人家报阿仙乐园玩吧 一定是这样 你们年轻人就是喜欢尝试这些事情 然后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我听完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难过 他好像用他自己的想法 在给我评价跟批判我 但是我回家之后 我打开我乳味煮杯要吃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花枝碗多了两颗 对 阿姨帮我加菜了 我在想原来这可能就是他关心我的一种方式 一千多个附件难熬的日子 郭修明在日常生活中 慢慢察觉大家对他的关心 颠覆了自己的刻板印象 除了老板娘还有小朋友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 我可以看你的疤痕吗 我就可以啊 然后我就把裤子拉起来 他说那我可以摸吗 我说可以啊 没关系啊 然后他在摸 然后看完了之后 我听到他到旁边去 跟其他另外小朋友聊天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他好帅哦 就是他那个疤痕好帅 还是要花时间在做这种奇怪的动作上面 但是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 就可以改善每一整天出去那个 皮绷紧的那个状态 郭修明说这是小确信 身体的好转心态的转变 他逐渐找回自信 创作 写歌 不放弃原本的梦想 把这些故事变成 写成一个文章或是一首歌曲 然后用一些时间 去让别人了解说 原来你经历了这些东西 在我身上发生这种散痛 就像大家说 这是种考验 选择认你 要你 努力不屑 我发现说好像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可以带给我很多正向的能量 郭修明不再只买首音乐 他更走出户外面对人群 从去年九月开始 他更公开表演 甚至演讲 分享心路历程 你们现在想做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放下那些借口 放下那些理由 给自己一个机会向前冲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现时都已不是只是喊喊而已 从没人看好我 到我现在复活 从大家说 浪费生命到现在 用自己声音 传递社会上的包容 新人爱与和平 梦想 你可以说它没有很伟大 但实践它无价 谢谢 我是郭修明 谢谢 谢谢 土八中心 帐篷报道 怎么现在才看到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六月十八日 参考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